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期是你要介绍的这把XLOT的中文名叫做霹雳火冲锋发射器 现在市面的售价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话说这个XLOT发射器人气真的是很低 也是只有我这种什么都会玩一下的人才弄这种发射器玩 好的不说废话我们直接来开箱吧 好的先拿出这个本体 剩下这两个东西要拆盒子拿出来了 好的全部拿出来了一共就这么多样东西 首先这里面第一样东西就是发射器的本体 带一个弹匣 然后就是这几个空瓶 合起来可以拿来当标靶的空瓶 这样合起来就是一个靶子了 这里还额外多出来半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是一盒软弹 这里一共是24发软弹 那么好的我们现在来直接介绍一下这个本体吧 首先先说一下它本体的这个外观 这把发射器跟副手一样是一把上拉的发射器 但是这个委托部分和钱管部分是不能拆的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第一次看到这条缝都以为这个发射器的钱管是可以拆的 结果是不行的 它被牢牢的固定了在那里 发射器的整体外观就是这种蓝白层的配色 在这个细节上面的XLOT也是保持了自己的优良传统 各种的细节刻画都有好好的做出来 但是坑爹的地方也是一样 发射器的整体是没有什么涂装的 大部分都采用这个贴纸补色 这一个细节刻画上面其实有一点要我很迷惑 在扳机子上面它明明是做了一个安全锁的细节 就不能把一个真的安全锁给加上去 可以说XLOT的发射器真的是把这个省钱用到了极致 发射器的整体大部分都采用这种镂空设计 如果说去掉这个弹侠的话 整把发射器就只有438克左右 加上这个弹侠的话也只有509克 可以说是非常的轻量化了 特别是适合那种小孩子把玩 整把发射器全长大概是75厘米左右 当然啦可能也是因为做给小孩子玩 所以这个尾托的尺寸就特别的小 一些大人用起来可能就没有这么舒服了 不过也是因为这个尾托比较短 所以偶尔玩一下室内的CQB也是不错的 但是发射器前面这部分 我真的是希望它是可以拆卸的 如果说这个前管是可拆卸部分的话 玩起CQB来绝对是爽很多 好的发射器的外观方面就说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吧 首先是它的发射方式 它是一把上拉的发射器 只要把上面这个滑块往后一拉 再推回去扣动扳机就可以完成发射了 它跟NRF加的其它发射器也是一样 只要这个滑块往后一拉 就会出现这个清理卡弹的窗口 透过窗口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结构 大家看到这一块挡板了吗 发射器的上膛方式就是由这块挡板 把这个弹推进这个吞弹杆里面 在扣动扳机发射同时也会把这个挡板给拉下来 那么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条吞弹杆的话它会把这个弹匣给锁住 所以在释放这个弹匣的时候 记得要把这个滑块往后拉 然后再按这个弹匣释放键才能拿出这个弹匣 说到这个弹匣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10发标配弹匣 但是这个弹匣的侧面是很特殊 把这个玩法说明给贴上去了 非常符合这个儿童玩具的设定 弹匣的顶部也有一个防洒缺的箭头 以防你把这个软弹和弹匣给装翻了 关于这个弹匣 我还要额外再补充一点 它跟这个NRF的弹匣是不通用的 各位也不要想什么歪主意 往这个弹匣里面填充NRF的软弹 到时候取不出来的话你们就惨了 好的这一个玩法与功能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性能吧 由于我这个是港版 所以出售的话大概是在22到23之间 大家如果购买这个国航版本的话 出售大概会降一点点吧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弹道 在这个弹道表现方面 10米以内这个上把率非常的糟糕 我想的这一个原因 可能是它这个过长又空洞的潜管导致的 这个软弹发射出来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潜管产生了一点碰撞 所以每一发弹道都可能偏向你想不到的地方 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玩 由于它这个潜管又空又长 它这个出售也不是很高 所以利用它这个潜管 还是可以打成一个甩鞠的效果的 至于说能不能打出目标 真的就一切随缘了 来说一下这把发射器的扩展功能 这把发射器真的是没有什么扩展功能 除了上面有一处没什么卵用的导轨和鸡苗之外 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可以说扩展上的东西了 那么好的 这一把发射器介绍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要问我这把发射器的大概评价怎么样 我只能说这把发射器是做给小朋友玩的 对性能有一点追求人就不要买了 如果你是家庭娱乐的话那还可以 本期视频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麻烦帮点个赞 谢谢啊 如果这个点赞收藏投币可观的话呢 我会继续出这个exort的发射器 这东西是真的冷门了 基本是没有人看的 那么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